我们趁西方极乐世界成为净土 主要就是趁他的凡人同居土 最极清净 也就是阿弥陀佛所要求的 心底清净的人 生净土 心尽在佛陀间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跟阿弥陀佛有缘的 到达极乐世界 心底居清净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四世真相 所以对于清净心就特别要注意了 清净心就是放下万元 放下分别之处 比什么都重要 要学红一大四万年 万年他真的回头了 回头是暗了 注意看红一大四的传记 这个老人 年轻的时候 傲慢 稀奇很重 好强 好胜 对人 对人对事 要求过分的严格 所以大家都知道 跟他相处非常不容易 他看不惯 就要呵斥 就要责备 毫不留前面 学佛之后 改了 他真改 到晚年 一点稀奇都没有 什么要求都没有 九九年 那一段时期 我住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讲究 光恰法斯 偶尔也来听见 他很喜欢 尽叫 要我到他小金石 去吃饭 我去过一次 叫张伯云 这个地方 红一大四 过去到新加坡 就住在这个地方 他跟光恰法斯 交情很深 那光恰法斯告诉我 他们认识 是在明南佛学院 早年的时候 在新加坡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 生活状态 非常随后 什么都不计较 没有一样不好 真的是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死 他们有分别心 这是往生 净土 必要的条件 红一大四 修成了 难得了 那么样一个挑剔的人 到晚年的时候 那么样碎火 我们如何能真正落实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死 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 你的心好 你的心紧紧了 我们的言行举止 是我们心的反应 我们心里头有计较 心里头有分别 有知识 反应出来 就是样样即将 心地清净 平等 反应出来 人人都是好人 四四都是好死 坏事也是好死 怎么说坏事也是好死 坏事是他心里面那个烦恼 卧习气 反应出来 阿兰爷里的油 总得让它爆发出来 那赵州卧夜的时候 有了卧爆 卧爆也是好死 为什么 当那句小夜 小干净 它不就没有了吗 那看法不一样 三山道 小山也 三窩道 小窩也 亲近心里头 山窩都没有 所以 你照的山 山要消掉 你照的窩 窩要消掉 通通消掉了 心就干净了 那才能到极乐世界